各位秘密你們好 想不到這麼快又見到這位大名鼎鼎的韓國明星 知道其實也是想看看這個牌子 之前我去過Swatch Group的新錶發布 專注是Middle的手錶 有一隻錶令我念念不忘 所以來到店鋪也要看一看這隻錶 因為上次都是走馬漢花 因為很多錶拿上手不斷看一看 但這次真的要詳細看一看這隻手錶 這隻是甚麼錶呢? 就是出場也有型 突然有一層冷風吹過來 真是非常配合這隻手錶 這隻手錶就是大名鼎鼎的Multiple M Freeze 冷凍,真的有一層冷風吹過來 這樣出場真的有型 好像金獸營一樣酷 這隻手錶我之前也曾經拍過一次 這次就在店鋪看到 這隻手錶就是Multiple M Freeze Multiple M其實也有不同的顏色版本 不過這隻是最新的 42mm錶徑 這次看得很清楚錶面的直紋 而厚度其實也挺正 所以不太厚 很淺薄,適合平時的配戴 錶耳去錶耳說是48mm 雖然它的42mm錶徑 但其實也不太厚 你看到錶面的紋 真的令我想起 之前好像介紹過 SEIKO有冰川紋理的手錶 我覺得真的有點相類似 不過那隻錶是運動感強一點 這隻就更加斯文 適合日常的配戴 配合型藍 你看到的錶 其實錶面的紋理真的很明顯 甚至比我綠色那隻更加出 有Double Pushers 蝴蝶扣 看到Caliber 80-80小時動力儲備機身 有Nervicron的油絲高度抗磁 亦有100米防水性能 夜光當然有 亦給大家看 我印象中那隻綠色 有些泛黃小時刻度 這隻就是白色小時刻度 戴上7吋的手腕 42mm錶徑 錶移去錶移都不過50mm 所以看起來也不會太大隻 我之前也戴過Multifold系列的手錶 而且你動的時候也看到 光線在植紋上的效果 其實我今天也是戴著Multifold這隻手錶 但是就是Chronometer天文台認證機身 早前推出 再拍兩隻給大家看看 我這隻小時刻度有泛黃 這隻是白色的 還有錄時位置寫著天文台認證 Chronometer 這隻不是天文台認證 當然定價亦可以下調 所以對大家來說 可能是一件好事 倒轉錶給大家看看 機身也是差不多 不過我那隻就是天文台機身 亦給大家看看 最重要的資料都在 reference number那些 其實這隻定價是7100港元 而如果大家想要天文台機身 那隻其實就是1萬元左右 所以都貴幾千元 所以如果大家都不介意 是不是天文台機身 以及喜歡這個冰藍面 這隻其實非常之可取 我覺得真的很配合 這個炎炎夏日的配戴 戴上手 馬上涼了 馬上涼了 馬上好像金秀賢一樣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到 佐敦預畫國貨的榮記錶行查詢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不同牌子 例如Middle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片 還未訂閱都muffin 大家訂閱支持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推動力 我真心覺得這隻錶挺漂亮 而且定價亦非常合理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